有一个幽灵啊在世界徘徊 这个幽灵叫中国产能过剩 突然间满世界 美国人嗓门最大 欧洲人跟着在一起起红架样子 说中国产能过剩 耶伦来这么说 布林肯来又这么说 拿着刀子要跟中国过不去 说你必须要消减产能 过去的经验证明了一条 就是当有人要跟中国过不去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 昨天晚上聚会中心理论组开会的时候 老张就说 当年小布什 跃跃欲试要改变中国颜色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东西叫911 后来拜登跃跃欲试 要联合世界掐死中国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呀 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不够 还有呢就是以色列在加沙 人道主义灾难 种族灭绝 昨天美国人吹嘘说 对付中国亚洲小北约已经成行了 今天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 让拜登呢那么大年纪了 老头不小了吧 80多了吧 不得不终止休假 类似这种现象也可能是个经验公式不见得对呀 但是确实有一些意外的事情不断发生 美国强大源于战争 那强大源于战争就是说战争导致美国强大 这个经验论的模式一直能够延续下去吗 会不会经验也将证明战争也可能导致衰败呀 现在美国人拿着绳子拿着刀子那边弄死俄罗斯这边呢瞄着中国 东方大国一直是美国人呢处心积虑要摁倒的目标 尽管我的朋友一再说美国不是敌人但是美国现在捏着中国的脖子又搞颜色革命又搞亚洲小北约又逼我们就范 要我们削减产能 布林肯居然还有脸说说在中国的某一个省有人道主义灾难说某一个民族怎么着怎么着 我以为加沙这种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的事情发生之后美国不太好意思说这事谁能想到美国人不要脸居然到这种程度 所以现在这种博弈的局面出现我们需要冷静观察中国是一直主张和平的你看世界打成什么样子的东大西大 中国一直是利兵莫马但中国人呢主张和平主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金分银子在一块搞一带一路好不好你干嘛非要战争啊为什么抓紧和平时期发展呢就中国人和平发展那人家看不快说你发展你发展不了了你可能过生了跟咱们过不去美国是真跟我们过不去啊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就连过去有公知倾向的一些人被美国的民主价值什么普世价值什么 忽悠了的那些人现在都看出来美国人这就是不想让咱过好日子二战前的时候美国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战场这大家知道流血冲突也不显见 那个时候工人领袖被绞死工人领袖被弄死美国那时候也不踏实今天咱们大家不是过三八节吗三八节哪来的美国没有工人运动哪来什么三八节啊 不少人都反映我这节目没水平他当然就没水平退休老头没事下唠叨能有什么水平啊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就没有唠叨的权利啊有人看到了美国不是敌人我们看到了美国气势汹汹打上门来坐着飞机来老太太刚走又来了一个头发带卷的老头我刚才说美国二战的时候阶级斗争重要战场流血冲突不见美国工人领袖被弄死 那个时候美国猛烈的发展他的产业钢铁汽车造船所以美国那个时候他就不怕自己产能过剩甚至三八节五一劳动节美国工人都起来闹革命因为你那时候对工人压迫太厉害了就是为了打造世界工厂嘛后来美国成了世界霸主富裕之后阶级斗争就没有市场了呀一度在美国和溯源PK的时候美国给工人阶级一点好处美国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斗争了然后呢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实现 在美国梦了但是今天那个两页都翻过去了一页是美国拼命发展自己产业一页是和前苏联和平竞赛对工人阶一点好处现在美国梦没了所以人家川普才来说要美国再次伟大今天的美国全球化也不讲了要回到二战前贸易保护主义了所以美国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不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价值他按照价值来而是他自个怎么合适怎么来发现没有他合适的时候就全球化他不合适的时候 叫半球化就脱钩断链就小样高强最近耶伦布林肯到中国来跟中国的宣旨聚高临下说你不能支持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正常贸易也不行你现在产品过剩你现在必须买我国债来这套 拜登跑美国钢铁中心皮斯堡发表经济演讲老头挺狠呐呼吁要把中国钢铁关税提高两倍我看美国研究所的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他讲了一个观点拜登这是干嘛他这是抢蓝领选票去了蓝领选民哪 川普之所以能够抢走民主党原来的死忠粉就是因为底层的美国人梦破灭了那些蓝领的白人没得好所以特朗普一讲瞎子一喊偶叶那就起来了川普用清除华尔街泥沼的方式煽动民粹成功 所以美国四量你看看拜登演讲的时候几个人看还没有我演那个小电影那票房高特朗普一讲特朗普不论脸上贴多少标签他只要一撮里哟哟哟哟哟万众欢呼啊得到美国蓝领的支持拜登这次关于钢铁关税的问题他与其说是给中国提高关税两倍三倍是要跟中国过不去不如说他是要争取连任要拿这选票对中国钢铁和铝啊 征收两倍三倍的关税这拜登是一石两鸟扔一个石头想打下两个鸟来一是朝中国厉害争取关税吗二呢争取蓝领的支持比起法尼亚洲是决定今年11月总统大选的六个摇摆州之一拜登和川普呢都在争取重大票员蓝领工人的支持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啊美国这个国家呀他的经济政策他对外政策他对中国的态度不是从国家角度出发而是从选举的角度出发 具体说是从老子11月马上就要登机的这个我的需要出发然后来这套所以你这个民主搞笑不搞笑到底是中国产能过深还美国自己工学不足啊拜登你对中国的钢铁什么领征收两倍三倍的关税 我跟各位说个数字啊为什么这里边有些谎言有一些迷雾要澄清呢20世纪前20年里美国粗钢的产量是1035万吨然后增长到了4280万吨全球比例达到60%以上你自己不含产能过剩你现在你从钢铁出口大国变成了钢铁进口大国 你这跟中国什么关系你自己产业空心话你多少年了现在美国进口中国钢铁产量很少只占采购量的3%我还看到一个数字说中国钢铁在美国钢铁采购中仅占2.1%你说就这么2.1%拿着一点大做文章拜登老爷子大嘴巴加征三倍的关税1234567吧 所以美国人制造了一个话题我们很多人都在谈这个话题好多人呢容易被美国人说服觉得我们真的是产能过剩没有一个幽灵在美国徘徊是美国人自个儿制造的他就找这么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党感谢收看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次马断再见